树林區東升里參與市預算提案經過初審與工作坊 共有六案完成修正 相關提案內容也在東升福德宮進行提案展覽 展期至12月18日投票日當天 而這一次的提案有三個提案 由里內的玉林國中學生提出 著重社區安全、安裝社區求救零與社區反讀宣導 另有師範大學健康促進團隊提案引發運動課程 還有前樹林消防分隊社區屋頂便菜園改造案 和樹林區公所提出的中秋節慶及講座推廣提案等六案 將由民眾選出三案於106年執行預算案 那我們這一次六件提案 就是大家所看到的下面六個圈圈 剛剛有為大家做過一個簡要的介紹 那麼我們在這一次的東升里參與市預算 會從六個提案裡面透過投票的方式 選出三個提案來作為106年執行的一個案件 投票日是12月18日上午11點到下午3點 在東升福德宮後廣場進行投票 凡14歲以上涉及居住工作生活 在東升里內的民眾皆有投票資格 投票當天必須攜帶身份證 為涉及者可持相關證明文件或由里長認可證明即可投票 記得當天來一定要攜帶自己的身份證 因為我們這一次投票資格 第一項是涉及在東升里的居民 那如果你不是涉及在東升里的居民的話 你除了攜帶身份證明文件之外 你還需要再帶譬如說像你的工作證 學生證 或者是你居住在這邊的一些繳費 繳費證明像水電證明啊 又或者是我們現場里長直接就幫你做一個認證 都是可以投票的 全力推動東升里參與時預算的新北市議員洪家軍 鼓勵鄉親12月18日當天踴躍投票 社區共同協力士 公部門的預算怎麼樣來執行 由大家來決定 大家必須要透過各位來到現場投下你這一票 決定這個地方到底需要什麼 那我相信不只是外界 不只是就是說很多地方都在看我們 今天東升里這一場的參與時預算 而且更重要我們一起在協力時 參與時預算全臺火紅除新北市積極推動外 在臺中高雄也都已經有執行案例 民眾的參與協調過程才是提案核心 讓民眾的預算擬做主 中家新聞吳沛山樹齡報導 和民眾的裡 最佳您有的 責任 應付出